現在是晚上10點多 這裡是里昂的舊城區 Via Lyon 哇你看這個超美的耶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裡是一個里昂很著名的教堂 要講他的歷史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知道 儲神保羅伯古斯他的葬禮 就是在這裡辦的 那天的葬禮下雨 然後來了一堆Move Mayor Ouvier de France 然後這裡也是觀光客必光 這種觀光地區 這個超級適合Celia 他一定會買一些明信片 女孩子嘛 女孩子買點明信片啊 寄給遠方的家人朋友對不對 觀光客必來 老屁股必眠 而且還有小王子啊 梁是小王子的故鄉對不對 是啊是啊 對啦小王子搞屁事啊 中城區真的很多人 感覺我們出來吃晚上10點鐘 然後聞到很多大麻的味道 法國各的觀光景點 都會有像這樣賣糖果的店 他是秤重賣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會貴到你昏倒 難得Celia可以講一些人話 被觀光客講出來的東西 法國到處都有這種騙觀光客的地方 所以你少女性噴發眼率不要買 他看起來花花綠綠 但是要忍住 它是一個困難 剛剛起訴就是很多人會來 現在會遇到自己的朋友 你叫做什麼嗎 Jonathan 你來自哪裡 英文 我來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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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自哪裡 我來自哪裡 你叫作我 你叫作人說 你叫做人說 你叫作人說 後真的 那是為什麼 這樣子 在後面 我來自哪裡 記得來里昂看到很多餐廳聚在一起 就不要在這邊吃飯逛一逛就好了 他們賣的東西基本上都一樣 都是一樣的供應商 他會說是里昂小酒館 但是是里昂小酒館的供應商 供應給他們的一樣的菜色 所以會好吃到哪裡去嗎 就是很多添加物 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對是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做夢夢到你 我為什麼要停在這條街上啊 這條街是里昂的 Rue du Boe 翻譯叫里昂的牛肉街 這條街不得了了 這條街 它是全世界米其林星星餐廳 最密集的一條街 短短一條街上就有三間米其林星星餐廳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間餐廳是哪三間 來摘星 Let's go 這間餐廳叫做Jahami Garvan Jahami Garvan是這個Chef的名字 他是近幾年才拿到星星的餐廳 我在他還沒拿到星星之前很常來吃 我非常喜歡他 價格不貴 但是他的菜色非常的摩登現代 這個時候生意就很好 我只是還沒拿到星星 一直到最近他拿到星星 證明我的眼光是不錯的 那回問一下就是他拿到星星前後 他價格有差嗎 老實說他拿到星星之後 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因為價格就變高很多 這是一般的常態啦 就餐飲業的常態 拿星以後正常啊 不然拿星要幹嘛對不對 拿星這麼辛苦拿到星 價格要漲啊 一定要漲啊 不然有什麼意義 好然後在他的正對面也是一間一星餐廳 叫做Ogato's Favien 2月14號情人節 這非常浪漫的名字 然後這家餐廳是日本人開的 日本人開的法式餐廳 其實里昂有不少日本人開的餐廳 然後都很厲害 幾乎都不是開日式餐廳 他們都是開法式餐廳 然後這是其中一間拿到星星的日本開的餐廳 日本的職人他們都會做非常精緻的法式的料理 非常非常受法國人歡迎 因為法國人他們很喜歡日本文化 日本也很喜歡法國文化 就是他們的交流非常的密切 然後當然里昂也有韓國人開的餐廳拿到星星 沒有台灣人開的餐廳拿到星星 會不會是我呢 我不想開餐廳就這樣 那這間餐廳老實說我沒有吃過 因為是日本開的 我覺得他們用了很多東西 我在亞洲很常見 所以我就沒有太大的興趣 對 他原本不是在Shemmy Galvan對面 他們原本是在另外一個巷子 然後這條街 之所以變成全世界米其琴餐廳最密集的一條街 主要是因為這家搬過來這條街上 所以造成短短的距離之內就有三間米其琴餐廳 為什麼 因為他搬過來 所以大家就跟著搬過來嗎 他搬過來因為他有星星 哦 所以他原本就是這個距離之內有兩家 那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在世界上別的地方有出現過 那他搬過來變成 這條街短短的距離之內有三間 就變成世界紀錄了 對 我們下次來吃吃看好不好 日本我真的還好 我很喜歡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才會吃啊 不是因為你日本料理去做法式的 presentation 我覺得他們非常精緻 我很喜歡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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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好 那我們現在往前走 再去第三間米其琴餐廳 走 所以我們剛剛大概走了三分鐘的路吧 又遇到了第三間米其琴餐廳嗎 是嗎 對沒錯 就是在大概200公尺的距離左右 我們就有第三間米其琴餐廳了 它是一星 它是一間旅館 它是五星級旅館複色的餐廳 我個人沒有吃過但是我有來這邊面試過 它的廚房是兩層樓 它是一個大集團旗下的一個旅館品牌 複色的餐廳 然後它餐廳有一個是一星餐廳 旁邊又開了一間 它是連在一起的 另外一間就是比較沒有這麼fine dining的料理 它是沒有信心的 那時候我去面試的時候確實是說 它們是同一個廚房 另外一間餐廳 它們就提供一些比較casual的菜色 好的食材 為了不浪費做別種運用 運用在它們另外一間餐廳裡面 但是一樣是很好的品質 然後一樣很好的team在做這件事 沒錯沒錯 所以如果預算沒那麼多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它旁邊比較便宜的餐廳就好 它是同一個廚房出的菜 然後我那時候面試沒有上 不過那時候面試的感覺蠻不錯的 他們整個團隊氣氛還蠻好 廚房的設備當然是新興餐廳等級 那我那時候覺得它廚房的缺點就是 它要爬上爬下 它是兩層 也沒有在裡面工作過 我不知道 我這種面試被刷掉而已 因為整個梁舊城 它其實最吸引attractive的地方 它就是羅馬時代留下來的房子 這個喉車它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本身就是羅馬時代的遺跡 所以你走在裡面 你就有回溯時光的感覺 這是我覺得老梁很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就很多觀光客 觀光客必來 你剛剛講到這三間的米其林餐廳 他們在菜系或者是呈現上面 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特色嗎 像剛剛第一間 Jahami Garvan 它就是很現代摩登式的料理 主廚很年輕 然後新鮮的時候 好像才35歲左右 後期新秀 是用它的創意 很新式現代的法式料理 另外一間日本人開的 2月14號情人節 是法風格 但是我也不敢亂講 因為我沒有吃過 它用了很多日本的食材 我剛剛看一下菜單 裡面有 和牛 我們在台灣吃和牛已經很貴了 在法國是和牛又更貴 因為運輸的距離又更長 另外這間Courc de Lodge 根據它的菜單猜想 他們有很多工 在他們的食材上面 就比如說我看到一個很特殊的食材 像綠頭鴨 綠頭鴨就是野鴨 好野味喔 對猎人打下來的那種鴨 配上當季的食材做的一些變化 你知道羅馬人 羅馬時代的菜餚 在天上飛的情類 其實是給帝皇吃的 高高在上的尊貴之人 只能吃在天上飛的食物 所以你如果在這種羅馬時代的餐廳 吃這個我覺得還蠻富 他們的風格特色 老實說綠頭鴨我個人是有吃過 就之前我一個好朋友 他很愛打獵 他有獵回來給我煮過 鴨子味很重很重的鴨肉 它的料理方法 不能跟一般常用的料理鴨肉方式 對 它的鴨胸不會像放養的那種鴨胸 這麼大片 有很多 肉質沒有很嫩 是比較結實的 因為畢竟是野味 法國吃野味是一件 非常高級高檔的 就是只有有錢有錢的人才會去打獵 不小心透露我那個朋友很有錢 他是建築師 還有開一台defender 然後住在六區富人區 走了一圈了 好啦今天雖然老李洋 V2 Lyon 這個這麼逛逛的地方 以歌這種老屁股的程度 沒事不會跑來 但為了旁邊這個觀光客 我們還是用很不一樣的角度 逛了一下這個 李洋觀光客必來的地方 就是還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啦 就是看明星餐廳 然後很多的羅馬遺跡啊 很多故事在這裡面 我很喜歡啊 好啦我已經在這邊太久了 就是那種很光光的地方 已經沒什麼感覺了 大家要記得 大家要記得來這邊就是 絕對不要來老李洋吃飯 米其林餐廳以外 對 米其林餐廳可以考慮 來常進人 你剛剛說什麼 就是太貴了 偶爾還是可以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 都難得來啦 是啊 那今天就到這邊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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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進去 你的顏色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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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